数字这样的一些融入服装设计里面 对我们的品牌展示很有帮助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网上购物 数字的表达会有更多的多样化形式去展现服装 自主开发一些面料啊 然后一些更加细节的设计点啊 更加合理的并且更加完美的展现在 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一些消费者的面前 用全数字化的方式来进行服装的建模 可以帮助设计师在不进行生产打烊的情况下 然后来进行数字化的这个建模工作 通过建模工具来实现数字化的发布 那么我们希望技术上的这种推动 能够推动这个产业能往前有个革命性的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